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iPhone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新经典文化出版公司的新书 书名叫做现代爱情 看起来非常平凡的一个书名 不过它也不太一样 不凡的来历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所写的一本书 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 非常特别的一个专栏 名字就叫做现代爱情 这是2004年所开设的一个专栏 所以这本书的编者 就是Daniel Jones 这个专栏的编辑 他说自从处理 现代爱情的这个专栏 他每一年要收到8000多篇的投稿 每在看这些投稿的时候 他会不由此处的思考 这是爱情故事吗 如果说New Times 纽约时报 是具有代表性的报纸 当然 纽约时报是具有代表性的报纸 那他就想说 那我也在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吗 那我最好为自己的工作 下个明确的定义 他说他决定把爱情的定义定得广一点 不想把收在这个传栏里的文章 都局限为浪漫恋爱的故事 人为了跟人亲近 用尽了必胜的力气 我们希望这些故事 不只探索爱的光明面 也探看黑暗面 汲取其中的痛苦和欢乐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 Daniel Jones他就讲到了 有一个特别的经验 他说有一次我受电台受访 主持人刚介绍完 我的身份就直接问我 What is love? 爱情是什么呢? 突然被这样一问 而且这么简单 这么直接 我措手不及地笑着说 你真的要从这里切入吗? 但是主持人没有跟着笑 所以Daniel Jones就说 那一刻还真的蛮尴尬的 后来我就用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之类的话 敷衍过去 但下了节目之后 就会后悔 后悔说 我怎么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什么呢? 他很后悔自己没有想起 他写过的几年前的一篇文章 来回答主持人 他说那个时候 因为遇到了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作为专栏的编辑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阐述自己的观察 爱情对我来说 不是定义 而是实际的例证 所以他觉得 出现在专栏 以及这本书当中 万花筒般风貌的文章 比字典更能够解释 什么是爱情 然后他就引用了 那篇文章里面的 一小句话 他说如果我是 星舰迷航记的Spark Spark是一个外星人 是Statrick里面 这个企业号的副舰长 大家会一直记得 他那个尖尖的耳朵 另外因为他不是地球人 他对地球人的各种不同的迷惑 而且Spark 希望能够清楚地解释 所有的事情 如果是Spark 那他会说 爱情是三种情绪 或者是冲动的产物 这句话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精盗 希望大家可以听进去 可以记得 他说这三种东西是 欲望脆弱和勇气 重点在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关系 欲望会让人脆弱 因此呢 如果你要追求爱情 你要得到爱情 你就得要勇敢 你要能够忍受 Foreignability 所以他也说 在所有爱情的故事里面 最动人的元素 就是脆弱 脆弱可以有 许多不一样的形式 无论哪一种 都代表愿意让自己 暴露在失去的可能性当中 这很关键 用这种方式 你才能够换取连结的可能 不愿让自己受伤 就不可能和他人产生连结 当然每一个人 愿意付出的代价不一样 从垫起脚尖试水温 到蒙着眼睛 重旋来跳下 都有可能 这是爱情的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然而他又特别说 我不是Spark 所以他不要用 这种定义的方式 来表现爱情 他要说一个故事 他说什么故事呢 他说的故事呢 就收录在这本书里面 标题叫做 《成为母亲的第一堂课》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故事 作者叫做 Elizabeth Fitzsimons 他是圣地亚哥区域商会 以及商会副主组织的统筹 以及营运副主席 这篇文章是他2007年 投给了纽约时报 在纽约时报上面发表的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Elizabeth他说 我第一次看到Natalie 她身上的疤痕 是在帮她换尿布的时候 一个小时之前 故事院院长 记得在哪里呢 在江西省南昌市 某个酒店的宴会厅里 把孩子交给我 虽然当地高温潮湿 Natalie 还是被套上了两层的衣物 我帮她换掉汗湿的衣服 看到有史以来 我见过最可怕的尿布疹 也看到了另外惊人的东西 两寸长的疤痕 从她的脊椎底部往上延伸 经过背上的红疹 以及脱皮的地方 她到南昌 为了要收养 这个非常小的小女孩女婴 她说隔天就要跟当地政府 完成收养的手续 那一天也是 Natalie Natalie多大呢 那天是她的一岁生日 晚上我们为她办了派对 参加的人包括我们在那里 认识的家属 还有收养机构的代表 Natalie舔了我指头上的奶油 不过她的胸口发出杂音 让我们很在意 表示这是Elizabeth和她先生 她们两个人特别从美国 飞到中国去 再加上她背上有疤 所以我的先生Matt 就拜托机构去找医生来看看 其实我们还担心其他事情 Natalie太瘦 太苍白 没有办法做 也不会自己服奶瓶 她的嘴巴里只有两颗牙齿 头发稀疏 而且她不会笑 她的发育状态在我预料之中 我的妹妹和两个弟弟都是从尼加拉瓜收养的 所以他们家有这样收养 抑郁需要帮助的小孩的传统 因此她自己也跑到中国去收养小孩 她当然知道不可能收养到非常健康 有钱人家里养出来的小孩 这小孩必定有什么样的问题 最根本的一定是家里很贫穷 所以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待遇 这是她预见的 她说两个弟弟来家里的时候 他们都还是婴儿 从尼加拉瓜来的 他们身上发臭 皮肤长显 每天拉肚子 几乎没办法抬起头来 但他们的状况很快就改善 所以她安慰自己 这个小女婴Natalie 应该很快就没事了 她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珠 她的背后一定闪着鸡翅的光芒 所以她就用背带把Natalie抱在胸前 她靠在我的胸口 抬头盯着我看 靠着我的时候嘴巴开开的 仿佛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的境地了 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Elizabeth跟Matt 他们两人结婚之后 没有生自己的小孩 她说多年前 我们就决心要领养中国的孩子 因为我曾经做过一篇报道 提到有一位女市长 带着从中国收养的女儿回国 我们打算等我怀孕之后 再来收养孩子 但是她没有怀孕 试了两年 心里的失望和看不见的镜头 都让她感到非常的疲惫 不过改走收养这条路 却会有镜头 跟自己怀孕不一样 自己想要怀孕 不见得一定会怀孕 但收养一定会有 找到这个小孩 收养这个小孩的结果 所以她就说 我们打算去中国领养一个孩子 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填写各种文件 让别人用放大镜 检视我们的人生 终于女儿的照片 出现在家里的冰箱上 已经找到了这个小孩 决定开始下了决心 要收养 14个月之后 我们去到中国 要去领养这个 刚刚要一岁的Natalie 场景转回饭店的房间 一个英文很破 年纪有点大的中国医生 听了Natalie的胸口 说她支气管发炎 又把孩子翻过来 检查疤痕 她皱起眉头 要人家给她肥皂 和棉花棒 她把棉花棒 往肥皂上插了插 伸进到小孩的肛门 说了松 医生怀疑 Natalie之前长过肿瘤 但被切除了 她大声说出了她的疑虑 怀疑这个Natalie 这个小孩过去曾经有 Spina Bifida 这是脊椎裂痕 最后她又说 应该要送去医院检查 于是就叫了两辆计程车 载到了医院 等消息的时候 我努力正面思考 我想起之前 帮这个还没有来到美国的小孩 把她的婴儿房 吸成了浅黄色 用小熊维尼的床单 铺她的婴儿床 但是看到机构里的女性 用中文对医生大呼小叫 讲手机也很激动的时候 她心里当然 心情开始非常的不安 于是就拜托这个女性 告诉她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个中国女性 就告诉她说 状况很糟 怎么个糟瓜法呢 大家听听看 然后你想一下 电脑断层显示之前 有人割出Natalie的肿瘤 但是技术很差 伤到了她的神经 随着她长大 神经也会跟着恶化 最后她腰部以下会瘫痪 无法控制她的膀胱 和她的肠子 其实从她现在肛门松掉 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最后她不只有 他的脊椎里面也有狼肿 所以Elizabeth看着她的先生Matt 心中震惊无比 然后呢 她多么希望Matt会告诉她说 她听错了 但是Matt只是摇摇头 于是Elizabeth抱住了她的丈夫 靠在她的胸口大哭 她感到非常非常生气 为什么要一个小孩 家里要有一个小孩 这么样困难 为什么Natalie的人生 如此的艰难 回到饭店 他们就抓住了机构的女子 就问她 为什么Natalie没有病例治疗 为什么她没有注意到 这么大的疤痕 那个疤痕有两寸长 可是机构的人 只是怂怂肩道歉 然后呢 他们当然就提出了 补偿办法 你可以换一个孩子 要换一个孩子吗 换一个孩子怎么换呢 等会休息过后 告诉大家 大家好 我是刘克湘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新电影文化的新书 从英文翻译过来 由纽约时报的编辑 Daniel Jones他所编的《现代爱情》 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 同名专栏 曾经刊登过的一些 精彩的文章的节级 在休息之前 跟大家介绍了这一篇 成为母亲的第一堂课 作者Elizabeth 愿从美国的San Diego 跑到了中国的南昌 想要去收养一个女孩 这女孩叫做Natalie 但是他们却发现 Natalie身上有各式各样 非常非常麻烦的病痛 机构的人就告诉他们说 像这种状况 我们跟你道歉 你可以换一个小孩 而且保证告他们说 剩下的程序 我们会尽快帮你跑完 所以即使换了一个小孩 仍然可以照原来的机票 准时回程回家 不过带回另外一个孩子 他就想起来几个月前 他们曾经拿到了表格 询问说可以接受 孩子有哪些残疾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 孩子生什么样病 例如说HIV positive 如果他有AIDS呢 例如说如果他有A型肝炎呢 还是说他眼睛瞎了呢 等等 我们调查哪些疾病 在经过适当医疗后 能够迅速痊愈 所以他的丈夫Matt 就在表格上写着 这是我们第一次为人父母 照顾重大疾病孩子 需要更多的经验 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不能够接受小孩 有太严重的疾病 但是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 面对的却是这个小孩 需要手术 可能一辈子要做轮易 当然一定要帮他 做一个人造的肛门 这些他想象 圣地牙哥的家中 要装设扶手 一路延伸到所有的门口 甚至剩余的人生 都要去照顾这个小孩 怎么可能呢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 或另外一个不可能 是难道就这样 把Natalie给扔下来吗 所以他的想法是 要是我生下的孩子 跟他一样 我不会把孩子丢在医院 虽然之后有朋友告诉他 我们可能也会想要告诉他说 这是两码子事 这不是你自己生的小孩 而且你跟这个小孩 还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关系 但是呢 Elizabeth是说 我没办法这样想 我想像自己带着另一个 面孔模糊的孩子坐上飞机 然后对我的亲友解释 这个孩子不是Natalie 真正的Natalie 身体残破不堪 所以被我们扔在中国 我们说好要领养健康的宝宝 他刚好就不是健康的宝宝 他说 但要是这样 我如何面对自己 我可能忘掉这件事吗 我一定会不断地思考 Natalie后来怎么了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如果是换作是你 遇到了这种状况 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但Elizabeth 这就是爱情 或者为什么他的文章 会收入在这一本 纽约时报的专核集里 因为他说 这一刻就是我的考验 这一刻会催炼出我的人生价值 机构人员话还没说完 我就摇头拒绝了 我说我们不换孩子 我们只要眼前睡着了的这个孩子 我说 他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爱他 这个时候他的丈夫Matt 原本坐在旅馆的床上 他摘下眼镜 去擦他的眼泪 接着他就点头同意 然而等在我们眼前的 却是漫长而困顿的夜晚 我们不知道 如何面对事情发展 他打电话给他妈妈 哭着告诉他这件事 电话的那端沉默了好久 妈妈只说 Oh baby 他就放声大哭 妈妈等到他的呼吸顺畅了才说 如果你不带 那他离回来也没关系 但是他就跟妈妈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妈妈说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内疚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Elizabeth就说 我要带着我的孩子离开这里 妈妈说 好 那你就这样做 第二天早上 夫妻两个人睁着疲惫的双眼 心里很难过 告诉自己 要为所做的选择开心 事实上我们的确这样觉得 也告诉自己 顶尖的疗程或许可以把最糟的部分 变得没那么糟 这就是最大的奢望了 回到San Diego 两天之后 我们都还没带 Natalie去看小儿科 事情就急转直下 因为Natalie坐宝宝椅吃晚餐的时候 突然癫痫发作 头往前进又往后倒 双眼向上翻 四肢伸直僵硬 Elizabeth赶快把小孩从椅子上抱起来 交给Matt 打911 去求救 急救人员到达的San Natalie已经稳定下来 但是在急诊室又发作了一次 我们把之前从中国那里听来的说法 转告医生 所以他们立刻为他造了脑部断层扫描 好几个小时之后 一位急诊室的医生 压了椅子过来 口气非常严肃地说 你们一定知道 他脑部发生什么病变吧 那么看着这个医生 他们吓了一跳 意味着 除了之前那种状况 他脑部也有问题吗 医生说 嗯 那他里有脑萎缩的情况 Elizabeth伸手进包包去拿笔 脑萎缩的症状 和我们更习惯 更知道的唐氏症 也就是脑肿大 到底有什么异同 他说如果给他是足够的关注 也许可以让一切不同 他还补充 显然你们家关爱充分 医生离开了 让他们能够独处 Elizabeth伸手就把这个小女孩 Natalie抱在怀里 抗癫痫药物 让她昏昏沉沉 她嘴巴张开着 于是Elizabeth低头 吸进她口鼻吐纳的甜甜的香气 闻起来像是奶粉的味道 她在想 以后我们母女有办法对话吗 她会把她的秘密告诉我吗 她可以跟我一起开怀大笑吗 可是当下 她仍然决定 无论如何我都会爱她 她也会知道我爱她 这样就够了 还好我们之前没有把她留在中国 感谢上帝 那天晚上Natalie住院 然后夫妻两个人 就陪在病床旁边睡睡醒醒 到了早上 神经外科的主管过来看他们 当然就问她说 那Natalie状况如何呢 她说来吧 你们直接看吧 到了看片时 她指着电脑断层的扫描说 之前急诊室的医生 判断错误 松了一口气 Natalie没有脑萎说 她只是发育比较磁缓而已 而且Natalie的手眼协调正常 检查的时候 她都牢牢盯着医生看 为了确诊 所以接下来要做MRI 然后这个时候 夫妻两个人就特别要求 帮Natalie拍她脊椎的MRI 然后真的我们跟着读 也都松了一大口气 传来的消息 MRI排除了医生担心的脑部的问题 而且Natalie的脊椎也没有问题 她没有spin up bifida 以后也不会半身瘫痪 医生认为 中国的电脑扫成图片品质太差 不足以判断出spin up bifida 所以她推论 或许Natalie长过肿瘤 这点需要值得追踪 不过她健康应该没有大碍 有没有事 到了明年就知道了 之后她会再发作几次的癫痫 再让她的爸妈 她的养父养母 下到几次 再经历几次的医疗 她才会学会坐下爬行走路 到了21个月大 当然比一般的小孩晚了很多 但她毕竟迈出了她第一步 所以明年就知道 因为第二年就知道她不会瘫痪 那个时候呢 她的肚子里面装了满满的尖语taco 她的胃口很好 吃了很多 这篇文章是在2007年写的 Elizabeth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 Natalie已经快要三岁了 她的黑发浓密 长了一口好牙 眼睛闪亮亮的 她去学游泳 去上安清班 坚持跳舞的时候要穿花朵凉鞋 然后妈妈会跟她说 哦Natalie 她也马上就回答说 哦妈 我会因为这样 留下喜悦的泪水 这是Elizabeth 她用她的文章告诉我们 这是非常感人的一段 爱情的故事 而且呢 她有很好的结局 当然书里面并不是 每一篇文章 都有这么好的结局 比如说有一篇文章 有很奇怪的一个标题 她说 或许你会想跟我先生结婚 这个作者 开头就跟你想 我想写这篇文章 已经一阵子了 但是都怪此痛药 已经我没吃到 多吃起司汉堡的缘故 然后她挂号说 事情怎么会变这样 我已经五个礼拜 没有吃到真正的食物了 导致我的体力枯竭 仅存了一点 写文章的能力 也施展不开 我还会写着写着 突然陷入超短暂睡眠 这样的状况 使我更无法 照自己的希望的速度写完 但不可否认 这过程带有一些 像是迷幻药 吃了迷幻药之后的 那种乐趣 但我还是 该把文章写完 因为我正平临 Deadline 她当她讲到 Deadline的时候 她告诉我们 非常迫切的Deadline 趁着第一 你还没丧失耐心 第二 我还有脉搏的时候 我必须写完这篇文章 而且我得写得正确 我结婚26年 对象是全世界最杰出的男人 我原本打算继续下一个26年 她要写这篇文章 因为她的生命没有剩下多长了 她得了癌症 可是她希望 能够有人爱她的丈夫 因为她必然要离开她的丈夫 当然这个文章 最令人难过的这一段 是我们读到作者的简介 这个作者叫做 Amy Cruz Rosenthal 她是一个畅销书作者 作品包括童书和一般书籍 在其他方面也很擅长 例如拍短片和做沙拉 她在2017年3月13号过世 也就是你所看到的这篇文章 刊登十天之后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真实在生命临终的时候 要替她的先生写一篇交友文章 所以才会说 或许你会想跟我先生结婚 这文章当然很感人 文章的内容 就请大家自己找这本书来看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现代爱情》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我们最后的越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